李久长的人一天自带酒聚 在野外自争自饮 他看见旋风呼呼地吹过 便恭敬地以酒洒地加以祭奠 后来李久长因事外出 看见路旁有所极具规模的宅地 殿阁宏卫壮丽 这个时候一个家丁从宅中走出 请他进宅 他一再推辞 家丁拦住去路 非让他进去不可 他说我们素不相识 莫非你认错人了吧 家丁说我没有认错人 于是便说出了李久长的性命 李久长又问这是谁家 家丁回答说你进去后自然就会知道 李久长进了大门又走过一道门 看见一个女子手脚都钉在门上 他走近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嫂子 于是李久长大为恐害 李久长有一个嫂子 胳膊上长了一个恶性的浓疮 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不能起床 于是他想 嫂子怎能到这里来 转念一想 又怀疑请他进宅 恐怕是出于恶意 于是他停住脚步萎缩不前 在家丁的催促下 他才走进门 来到大殿前 只见殿上有一个人穿戴如同王者 气度威严 神之凶猛 李久长贵夫在地 不敢仰视 大王吩咐人把他拉起来 安慰说道 你不要害怕 因为过去我讨扰过你的酒喝 所以想与你相见 当面感谢 没有别的原因 李久长这才安下心来 但终究不知道这其中的缘故 大王又说 你不记得在田野里 撒酒祭奠的事了吗 李久长顿时明白 知道这是阎王 于是伏地叩头说 刚才看见我的嫂子 遭受这么严酷的刑罚 属于骨肉之情 心里实在难过 请大王怜悯他 宽恕他 阎王说 这个人极为蛮横不忌 应受这种惩罚 三年前 你哥哥的妾生孩子时 直肠脱出 他暗中把针扎在他肠子上 使这个妾至今肚子经常作痛 这个人哪里还有什么人性 李久长再三哀求 阎王才说 就看你的面子宽恕他吧 你回去要好好劝这个汉府 赶一赶 李久长谢过阎王 走出大殿 门上盯着的人 已然不见了 李久长回家后 去看嫂子 嫂子躺在床上 窗口在流血 染红了抗袭 小妾刚犯了小错 嫂子正在破口打马 李久长连忙劝阻说 嫂子别再这样 你今天的痛苦 都是平时的妒忌造成的 嫂子发火说 小叔子真是这样一个好男人哪 房中的媳妇又像孟光一样贤惠 任凭你东加棉 西加素 不敢置一生 你自然是有好大的肤权 却也不能替你哥哥来降服老娘我 李久长微笑着说 嫂子别生气 如果我讲出实情 恐怕你想哭都来不及了 嫂子说 我从来没有透过王母娘娘 针线婆罗中的线 又没有跟玉皇大帝的相案例眉来眼去 我心中坦然 有什么用得着哭的地方 李久长压低声音说 把针扎在别人的肠子上 该当何罪 嫂子骤然变了脸色 问说这话的根据 李久长讲出缘由 嫂子吓得浑身不停的发抖 哭得其泪淋漓 哀嚎着说 我再也不敢这么干了 眼泪没干 便觉得疼痛顿时消失 历时十天 窗口愈合 从此 嫂子痛改前非 以贤惠为人所称道 后来 那个妾又生孩子 肠子再次坠出 那根针 针针针切切地扎在上面 把针拔掉后 这个妾肚子疼的毛病 才告痊愈 蒲松林先生点评说 有人认为 天下像李久长的嫂子那样 满横妒忌的人 还真不少 可惜阴间的法网 疏漏太多 导致有很多人 并没有受到惩罚 我不这么认为 阴间难道就没有比 钉在门板上 更重的惩罚了吗 只是阳间 没人知道而已 我再次试一下